大家好,我是小A,今天再次会带来一个战地3鱼波视频 那么今天我玩的地图是Marcus Monolith 是一张鱼波里面非常大的地图,我今天用的武器是支援兵的RPK-74M 因为这把枪的手感非常好,而且适合这种大的地图 那么RPK-74M是支援兵在苏军第一把默认的轻击枪 他等于是M27IA2的兄弟,他的射速每分钟为700 一个弹架可以装45发,总共46发 他的后座力也非常小,往左往右各为0.2,往上跳0.3 他第一发后座力是乘以1.8,非常小的 而且他的装子弹速度也不算慢,也不算快 弹架里面还有子弹是装子弹 要花3秒,当你子弹都打空之后要花4秒 他的威力和一般的轻击枪一样,25到18.4 总体来说,如果我要形容RPK-74M的话 那我就是说,他这把枪是支援兵的AK-74M 因为手感是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RPK-74M上面装的是枪架,重枪管,还有红点金 虽然说很多枪装了重枪管,往上拉的后座力会非常大 但是RPK-74M装了重枪管,往上拉的后座力根本没有 手感和布装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今天我的支援兵身上带的是Claymore反步兵地雷 这个小东西可以一局里面可以给我带来3到4个杀 特别是在这种地图,废墟特别多的 人们会不注意地上什么东西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地雷藏在废墟里面 当人跑过的时候,他们会马上会被炸飞 我一般喜欢把地雷放在转角、门口或者废墟堆里面 有时候我也喜欢放在战区点的旁边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当你死的时候 当你死后,你的地雷像C4一样会消失的 所以说,要你放下来的地雷有效 你的人必须还活着 而且地雷总共你只能放两个 所以放的位置非常重要 在这个渔波地图里面 如何跑地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Market Monolith是等于一个城市的市中心 有非常多的小巷、废墟堆、还有死角 而且这张图里面也有装甲 同时有一个小的飞行载具叫小鸟 作为步兵来说 在这张图跑地图 决定你死多少次 也决定你杀多少次 在这张地图里面 点与点的空间比较小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敌人马上站好邻居的一个点 如果你在旁边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 他们在一分钟内就会往你的点跑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马上预备你的防卫 而且这张地图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废墟特别多 那表示什么 那表示掩护非常多 如果你实在拼不过敌人 你可以用掩护 如果你要偷袭敌人 你可以用废墟掩护 如果你要躲敌人再聚 你也可以用废墟掩护 我说不光废墟的用处 所以大家跑这张地图要经常在废墟堆里面跑 因为它可以帮你洗子弹和洗坦克的大炮 最后我认为这张地图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高楼顶上可以放人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张地图有小鸟 这就意味着小鸟可以把人 特别是狙击手 带到楼顶上去 虽然说在我玩这张地图的经历里面 楼上的人一般杀不了多少人 但是你也要避免冷枪 你要知道敌人的狙击手在哪里 看地图上的小三角形 你要知道他可以在楼下看到什么 看不到什么 你用这一些知识 可以防止你背后被敌人吃冷枪 这张地图里面还有坦克车 武装吉普车 还有装甲运兵车 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医疗兵来说 你不需要担心这些载具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地图里面的 街道非常窄小 这表示这些载具 如果真的要往城市里面开的话 一他们移动非常不方便 二进来之后 马上会被你对的工程师 打成本子犯罪 所以大多数载具 都是在外面 外圈几个高速公路上 还有大道上行动 但是你站点的时候也要知道 如果外面有坦克的话 你尽量不要乱跳乱动 尽量躲进房子里面 因为每个房子都有一面墙 就是楼梯的那面墙 从一楼到二楼楼梯的面墙 坦克这面墙是打不碎的 所以你遇到敌人装甲 就要好好躲进楼 这张图还有小鸟 但对一般的步兵来说 小鸟对你不会产生很大的威胁 为什么呢 小鸟是飞的 而且你在路上跑的 房子和房子之间有很小的距离 这表示如果他飞在房子中间 他很难移动 而且要打你 他要飞得非常低 当他飞得低的时候 很容易被你的RPG 坦克 或者弩弓打下来 小鸟在这张图中间 主要我认为是 骚扰敌人装甲的 装了雷射导弹 或者是清理 防顶上的一些人的 还有作为运输工具来用的 那么小鸟有几个很有趣的出生点 在地图一开始的时候 小鸟会在出生在美军的基地 还有苏军的基地 当然当美军占领B点 就是购物中心那个点 他还会给美军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出生点是在一个角落里 当苏军占领电厂 或者说变电站 是地点 他们也会有多一个小鸟 这个小鸟是在高速公路的上坡 那个房顶上出来的 但是出来的小鸟有一个弱点 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 人直接飞进去 但是小鸟不可能马上起飞 如果你有两坦克在旁边埋伏的话 他刚人进去 驱络奖刚赚 你给他一跑 你肯定可以打死一个人 所以说你也可以埋伏敌人的小鸟 那么我现在来说一下 这个地图的重要点吧 作为美军 你占领购物中心非常重要 为什么 购物中心四面都可以通 可以保护你的A点 也可以攻击苏军的变电站 就是D点 而且购物中心对美军来说 可以给你多一架小鸟侦察机 同时购物中心有四层 你可以把狙击手的出生点放在四层 往下面或者往地的楼顶上开枪 那么作为苏军来说 占领地点和E点是非常重要的 地点会给你多一个小鸟 而且地点也是高速公路的路口 你占领地点就可以控制 美军用高速公路的权利 而E点呢 是你家里那个点 那个点你如果你不站的话 你会被美军压死在基地里面 所以那个点必须要站 那么苏军和美军还有一个点 就是C点 这是建筑工地那个点 这个点站和不站 就是决定于你要不要多一辆坦克 那个点站了之后 他会给你多一辆坦克 还有多一辆的武装支付车 在这个地图里面呢 载居只能在外围行动 因为内围 废墟太多 坦克一定不方便 但是如果你把C点站了 他给你多一辆坦克 可能可以帮助你把敌人压制在内围 那就要看你对的现在情况 但是C点有一点不好 他容易攻但非常难守 因为他四面都可以来敌人 而且他是暴露在外面 很容易被敌人小鸟来偷袭 所以如果你对站了三个点的话 可以考虑再去站一个点 就是C点建筑工地 这些点我认为在这地图上都非常重要 那么这张地图还有一些其他的战列 比如说如果你是工程师的话 可以在废墟堆里面放几个地雷 一任击武车开过不注意 马上会被你炸飞 坦克不注意也会被你炸的瘫痪 在废墟里面放埋伏 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 作为狙击兵呢 你可以把你的移动的雷达 就是MAV 侦察器放在楼顶 停在上面 这样子楼下发生什么 你都可以知道 放在一个点的旁边 效果更加明显 如果你作为一个小鸟的飞行员 你可以把小鸟躲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等敌人小鸟飞过的时候偷袭他们 或者用你的高度来骚扰在高速公路上面的坦克车 吉普车 小鸟还可以把人送到敌人后面几个点 而且可以清理楼顶上的敌人的狙击手 把你自己的狙击手放在这楼顶上 在这地图里面狙击手的信号标就是出生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把出生点放在敌人的防顶上 那敌人就很难控制防顶下的那个点 总体来说 这个地图的战略是非常多的 用哪一个就要看你和你的小队合作 最后这个地图也有地震效果 同时楼上的废墟可以砸下来可以用来砸人 而且这个地图在余波地图里面算非常大的 这些意味着你选枪要选得非常当心 这个地图上近距离到中距离的枪有效 但是你的活动范围就大大极小 你如果要用这些枪像A1KF2000 你最好在购物中心电场这些狭爪的小道里面用 但是如果你要远程进攻的话 比如说用SKS ScarL AK74M这些枪 那你的活动范围就要在地图的外围活动 因为这些地图上 而地图的点上 枪站的距离都比较长 可以发挥你的枪的特别作用 而且这个地图上如果你想带消音器 杀伤力也非常大的 因为地图大 小项多 敌人不知道你从哪个点攻击他们 你可以用消音器来同时偷袭几个小队 但是如果你要带消音器的话 你带的枪最好是弹架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这个地图我发现 一般固狼跑来跑去非常小 一般都是整个小队整个小队在跑 所以你不要打到一半 两个人没打死他们来找你 那就麻烦了 当然这个地图上重枪管也非常实用 所以你的枪配什么 你要注意这个地图的状况 还有你怎么玩 好那么小A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在此我也与大家说一次新年好 希望在新年里面大家还能支持我 能把我的频道介绍给你们的朋友 那么请大家保重 拜拜 拜拜